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伊兰新闻 新闻一开始来看到农历过年就要到了 而名言就是农历的12月24号 也就是险吞 送神之日 而伊兰县政府间提前在罗东卢元寺 依照古礼来由县长林子庙担任主县官 送神科宜以及行新名的清吞内 代表除旧不新 准备迎接诸年 而县长林子庙也期许大家要检讨过去的种种 打造新年新希望 2019年欢乐宜兰年系列活动的送神清吞仪式 选在罗东卢元寺来进行 县长林子庙 政长吴秋林 以及卢元寺董事长担任主县者 议员代表里长陪同参与 庙方依照传统进行送神科宜 上香 献花 献果等 最后还有神殿清吞 清香角 塞香灰 为神明 李冠 杰荣 等礼仪 礼仪下家 再上家 再边 再边 县长林子庙表示 透過青豚來除袖布新 也代表檢討過錯 立下新希望 迎接新年 更要讓優良傳統文化 繼續傳承 檢討過去 撤離將來 希望能夠照顧青豚 跟以前的不愉快的 都把它清掉 再來迎接新的一年 向前走 所以青豚是中國人的習俗傳統 我們也希望一世代的年輕好朋友 可以感覺我們的青豚 就是我們中國人的正義 所以希望可以 大家共同來慶祝新的一年 希望新年新希望 可以新的一年 大家都可以大賺一年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人家說 喪神到早 接神就是暗 暗時 所以我們可以說 把傳統的習俗 中國人的傳統 我們來發揚光大 讓我們這個文化的孫 帶動到我們的地方 進步和歡迎 因為農曆十二月二十四號 就是民間的青豚時間 所以家戶要大掃除 準備迎接新年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 過年前依照傳統青豚 也代表國家清潔洲的開始 而燕安縣政府環保局 除了向大眾來宣傳垃圾分類 做好居家環境的打掃整理以外 而且大型垃圾也可以通知 各公所的清潔隊來收 更動員了縣內的環保志工 維護公共環境 讓大家一起乾淨過好年 國家清潔洲時間 是從今天到二月三號 環保局將動員全線 兩千六百多位環保志工 針對道路公園等公共環境 進行大掃除 今天開始 跟二月三號 就是我們全國的國家清潔洲 那在這一個禮拜內 我們會動員 我們全線 大概兩千六百多位 那個環保志工 來協助 來整理我們整個的一個 公共區域的相關的一些環境 包括道路 空地 公園等等 那在這邊呢 我們也呼籲所有的 我們的民眾 家戶在做打掃的時候呢 你可能會排出非常多的一些垃圾 那這一個垃圾的部分呢 也可能要麻煩 大家呢 能夠把相關的一些垃圾的分類 能夠做好 能夠配合我們清潔隊 收運的一個時間呢 能夠來排出 其中羅東政黨吳秋林 除了感謝志工全年無休的付出 更勤勉大家用心為環境整潔來努力 讓全國遊客來到羅東 感受優質的觀光環境 而參與的環保志工更是樂在其中 台西要排出來了對不對 有 今天早上我們都把我們的市府政府拚清潔了 再來要回來排出我們島對不對 有 今天我們在這邊做一個宣示 希望大家過一個清潔去年好不好 好 好 希望大家這幾天 尤其過年我們的分數車會很幸運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請幾台去唱出分數嗎 對 要請五台去唱出分數對不對 對 要記得過年去這個分數可以拿出來嗎 對 我們現在是掃中山里夜市旁邊了 已經掃到二十多年了 那個地方好像特別重要喔 因為那是夜市的地方 對 那個地方是我們陣內最中心的地方 掃到清潔去就是要給外國遊客來這裡有好感嗎 對對對 地方方面也是一種公園 另外環保局表示 提醒民眾注意各鄉鎮的垃圾清雲時間 尤其居家大掃除如果有大型垃圾 可以通知清潔隊來收運 另外如果說因為家裡的整理的時候呢 有發現一些比較大型的一些像家具要替換 一些壞掉的一些比較巨大的一些家具的部分 垃圾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也麻煩各位鄉親 都能夠跟我們各鄉鎮市的清潔隊來聯繫 來約時間由清潔隊呢 來派車去協助你們做清運 全國人都會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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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 至於投城鎮公所也響應國家清潔州的展開 今天開始到2月3號 所以一大早就從投城的慶園宮出發 集結環保志工機關團體 總共有300多人上街頭 從投城老街開始來清掃除舊不新迎新年 這個禮拜是國家清潔州 投城鎮公所今天全體總動員 從投城慶園宮出發 掃除大街小巷 一點都不覺得累 讓大家可以過一個乾淨的年 投城今年選定老街沿線各景點區 作為國家清潔州的活動宣傳地點 主要是因為投城老街 是宜蘭縣碩國僅存的老街之一 史稱開蘭第一街 而近年來政公所不斷爭取補助 且投入近千萬元經費 進行老街改造 響應國家清潔州 讓老街換新裝 我們今天選擇這個投城老街 最主要是要把我們的這個 環保醫生 跟我們固執的這個保護 來做一個結合 因為這幾年 我們在投城老街裡面 投入了很多的建設 包括我們集會的山海港的這個 山坡坡坡坡的這個工程 還有還有老街裡面 所以宇蘭縣碩國的這個 建設 建設 第一街 第二街 的這個事實 大家都會說 我們以前的老街 是開蘭的這個第一街 因為 有這些新的元素 建設 建設 有很多遊客 有很多遊客 現在百來禮拜都會進來 但是 我們要讓我們這些遊客 可以來這個地方 來看到我們這個 古城 也可以來聽我們老街的這個故事 我們建設 我們要提供 我們所有的這些 尤其我們這個鄉親 有一個很清潔 很政治的這個環境 年關將近家家戶戶大掃除 街道環境一樣也要清潔一番 營造新氣象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翰從頭到 同樣是配合國家清潔州 宜蘭市公所今天舉辦了 環境大掃除的活動 而環保志工上午就齐聚在 市民之森的廣場 由宜蘭市長江聰淵 帶頭來清掃街道 也順勢宣傳 在農曆春節期間垃圾收運的時間 市長江聰淵帶頭 和環保志工們 拿起掃具清潔街道 過年前把生活周遭的環境 變得更乾淨美觀 這個清潔優先 是和美觀的環境 要大家共同來為何 所以除了說 我們這個營造新年 這個國家清潔州以外 我們平常時 我們的環保 我們的清潔 我們的美化 也做得非常樂趣 所以我們才能 連接到花園城市 還是環保評比 都最高的慶典 而市公所清潔隊 也配合農曆春節前 除舊布新的習俗 停止清潔隊員 非必要休假 加強清運垃圾 並在年前2月2號加班收運 2月4號除夕上午9點 就開始出動收運到晚間6點 初一初二停收 為了避免垃圾存放過久 產生惡臭 初三就恢復垃圾清運 而公所也已經印製通知單 發送到轄內各戶 想要掌握宜蘭市更精確的垃圾清運時間 公所也建議可以用手機下載垃圾通App查詢 宜蘭新聞記者黃珠 翰請不到 鏡頭轉到蘇澳 為了迎接京初年加上蘇澳轉運站的啟用 蘇澳正公所在大年初一到初五 將會設置好運市集跟街頭舞台 包括了文創商品特色伴手禮 友善農產以及音樂舞蹈表演 同時也推廣低碳旅遊 只要吃著火車或是客運票根 就有機會得到50元的轉運金 而且在大年初一當天 蘇澳鎮長也會到場發紅包 歡迎大家來到蘇澳走春 從大年初一到初五 蘇澳轉運站所規劃的市集 就要30個攤位進駐 內容都是地方文創藝品 特色美食小吃 還規劃了蘇澳鎮專屬的桌遊 並準備各種音樂、舞蹈、繪畫等生活藝術 希望在地民眾還有外地遊客 來到蘇澳觀光遊玩 我小三年級齁 剛好我在上台講了幾分鐘 他已經把我的畫像畫好了 很神勢齁 很久沒有出來了 今天特別大 吃起來讚 讚 怎麼說讚 這麥丁又好吃 香嗎 香 在過年的期間 也讓很多的我們蘇澳的鎮民 可以來到這裡感受到年味 第二天最重要是 因為這個廣場 現在已經都開始啟用了 那我們希望也可以提供一個舞台 讓蘇澳很多在地的年輕人 藝術家 還有一些非常有天分的 這個 少年 也讓來一家展示他們的天分 手藝 展現他們的藝術的天分 這個是我們這次辦這個市集 一個最主要最主要的目的 希望米萊地蘇澳轉運站這個廣場 包含蘇澳火車站的廣場 我們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藝術的展演的空間 讓蘇澳很多多才多藝的年輕人 可以在這裡展現他們的天分 要為了鼓勵搭乘大眾運輸來蘇澳 凡是持有火車或客運的票根 就可以拿到50元的轉運金 可以在攤位來使用 每天有200張 這一次的活動還有一個 轉好運金 主要是我們希望外地的旅客 可以利用火車或巴士 來到蘇澳市區 那利用這個票根 可以在現場抽獎 這個轉好運金有50塊 可以在我們所有的攤位裡面 來盡情的使用 那這個主要的目的是 我們希望還能推廣這個低碳旅遊 來到蘇澳盡量使用大眾運輸工具 火車馬數這樣最好 可以好好地來 仔細地來品嘗我們蘇澳小鎮的特色 還有它的氣質 轉好運市集開幕當天 也就是大年初一 公所更是準備500個豬年紅包 等你來拿 蘇澳市集轉好運戰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 先來關心農業 日前台東縣發現有大量的鳥類暴斃案件 經過檢驗後 確認死亡原因是因為食物聚毒農藥加寶福 所以為了避免類似的事件 也在宜蘭發生 宜蘭縣政府農業處 特別呼籲農友切勿使用農藥 或是其他的有毒物質來毒殺鳥類 如果被查獲 會依野生動物保育法 以及農藥管理法 除以有期徒刑或是罰款 為了保護自然環境 並且避免線內發生毒殺鳥類的事件 農業處特別提醒農友 春耕期間千萬不要使用農藥 或者是其他有毒物質來殺鳥類 如有查獲將依法處罰 宜蘭現在正值開始要插漾的季節 那整個在以往過去插漾的時候 有一些農民他其實為了要驅趕鳥 就用農藥來餵食 然後造成鳥類的死亡 然後對於觀感不佳以外 甚至造成生態的破壞 那我們希望在春耕開始以後 農民其實大家對於整個對土地的保護 對環境的保護 甚至於是對人的保護的友善 那不要去用農藥來餵食 其實這個鳥類讓毒害鳥類 造成整個環境的破壞 處長康立和表示 為了避免鳥類危害羊苗 農友可以利用彩帶、繩索、旗幟 或者是製造聲音來驅趕鳥類 如果鳥害過於嚴重 必要的時候可以依照野生動物保育法 向縣政府提出架設鳥網之申請 那也希望可以用替代的方式 例如可以用彩帶 例如可以用光碟片 例如可以用稻草人等等 它這個都是一個可以去驅趕鳥類的方法 如果你這個一旦被發現有餵食的行為 就會觸犯到農藥管理法 甚至於觸犯到野生動物保護法 這樣的一個規定 那這個會受到嚴重的處分 那個希望各位農友也會能夠廣為宣導 那我們也會透過農會的產銷班 等等這一些的專業農民的部分 甚至是他們的會員 我們都會請農會來多加的宣導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新採訪報導 新年開始想要學習新的事物的民眾 可要注意了 宜蘭跟羅東市區大學 在108年的上學期 從今天開始來招生 而新學期總共規劃了300多門的課程 其中還推出了將近20門5折的優惠課程 內容是相當豐富多元 而想要進修充電或是學習新的事物 市區大學是很好的選擇 宜蘭羅東社區大學108年上學期 約規劃300多門課程 註冊日期分兩階段 分別是從今天開始到2月2號 以及2月11號到2月16號 而且為了回饋宜蘭鄉親 宜蘭羅東社大另外還推出了5折優惠課程 這個300多門裡面 我們特別來挑選40門 特別給予我們宜蘭地區的特性 這種的課程 來作為優惠課程 希望有更多的我們的朋友 更多我們的鄉親 透過宜蘭社區大學的課程 可以實際我們自己的家鄉 宜蘭這個土地很豐富 很豐富 很豬豬豬菜的這個 社大今年全新規劃影像志工社 利用智慧型手機來進行影片拍攝剪輯 相當實用 希望大家學員可以用我們的手機 去記錄我們周遭的大小事 你也可以記錄你家裡的啊 你社區的啊 你去掙啊 你去那個地區社區要發什麼事 同樣的我們也可以進來社區大學 記錄我們的課程 所以這個課程主要是 介紹讓學員如何拍攝 如何拍攝出這個影片 那接下來就是介紹怎麼用手機 手機就可以了喔 做一個簡單的剪輯 那做一個這個效果啊 旁白啊 配音啊 這樣的一些功能進去 那 這是這個課程最主要的一個內容 比較特殊的地方在於這個課程呢 會帶學員去參訪公共電視 社區大學開設課程豐富且多元 想要進修充電 學習新事物 社區大學是不錯的選擇 民眾在註冊時間內的下午3點到晚上9點 週六的下午2點到5點時段 可以親自前往社區大學辦理選課 伊蘭新聞記者黃竹 漢怎麼到 來看社區展現的大愛 東瓜山社區為了協助地方的弱勢民眾或是家庭 特別在愛加倍關懷協會的幫助下 設立了社區的愛心冰箱 開放給有需要的民眾來取用 同時也呼籲社會各界提供安全食材 讓更多人來分享 東瓜山社區表示 因為社區長輩都帶許多食材或食物 到社區分享給大家 加上在地有部分民眾屬於弱勢族群 所以在愛加倍關懷協會的協助下 有了這座愛心冰箱 我本來是說我們要自費買冰箱 他吃好他就說 校長我幫你蒸出一台 所以其實是去年年底 就再回來 那我們到元旦 元旦連續加日後 為什麼社區想要擺這個 常常我們的子宮都會跟他們家的食物 來給大家分享 剛好有這個食物冰箱 我覺得很適用 很適用 社區裡面也有少數 但是還是有比較弱勢的家庭 所以這很適用 所以都會跟他們說 你就每天早上有多來 來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你如果有家庭就拿回去沒關係 還有一個 我們這裡遊客很多 也會有遊客進來問說 你有什麼東西好吃 所以我覺得 不僅是社區裡面的鄉親 還是說外面的遊客 都會有什麼事 社區表示 有需要的民眾 都可以來選取冰箱內 任何食材 食物或飲料 同時更希望外界能提供安全健康物資 讓愛信冰箱更豐富 絕對不能過期 所以鄉親來時有東西 要拿來放在冰箱內裡 我們就提辦說 他可以去我們職工登記 定期後 我們會再處理一下 把那個賞位期 有效期把它標示在上面 有時候跟他說 我們職工在這裡值班的時候 我們就拿進來 如果說 混合他的時間 我們有留幾個 主要幹部的手機電話給他 你就卡那個電話 教我說像卡外去那裡 我混合他 我們很樂意跟他接送 東瓜山社區愛信冰箱開放的時間 是早上的9點到11點 提供給民眾知道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麟採訪報導